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灵命日良 本节目是由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 与佳音电台联合制作 礼方主持 我们可以增加在我们的信心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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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we pray that you would remind us daily even hourly that you are always with us teach us to trust your faithfulness to know your presence to experience your peace and to relax thank you Jesus it's in your name we pray amen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 我是李方 在今天的灵命日凉 我们要记得新约的约翰福音 十四章的二十五到三十一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 可以放松了 可以放松了 达明走进物理治疗师的诊疗室 直到接下来必须饱受皮肉之苦 自几个月前受伤后 达明的手臂就无法自然弯曲 必须接受物理治疗 治疗师拉着他的手臂 做各种伸展弯曲的动作 而在做了每个让达明疼痛不已的动作之后 治疗师总是温柔地对达明说 好 你可以放松了 达明之后回忆说 每次物理治疗时 你可以放松了这句话 我至少会听到五十次 达明觉得 在自己生活的其他层面 这句话其实也很适用 他可以不必忧虑 信靠神的美善和信实 让自己放松下来 在耶稣即将受难之际 他知道门徒也需要学习放松 因他们很快就要面对动荡和逼迫 为了鼓励门徒 耶稣说 他会赐下圣灵与他们同住 圣灵也会提醒他们 耶稣的教导 因此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生活中常有许多事 会让我们担忧紧张 但我们可以提醒自己 圣灵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也已经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 借此让我们更加信靠神 当我们支取神的力量 便可以听见 他像治疗师那样说 好 你可以放松了 我们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求主指教我们 懂得信靠他的信实 明白主的同在 也经历主的平安 好使我能放松歇息 什么会使你紧张不安呢 上帝的哪种特质 能让你更加信靠他呢 在这一切中文静下的那种特质 是目前为止的 是什么我能担心呢 我能够给你 我能够给你 我能够求你 对那种特质 我能够绝对你 我能够给你 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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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在新约的约翰福音十四章的 二十五到三十一节 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可以放松了 圣经说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保慧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 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 因为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道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父 并且父 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 我们看见主耶稣 他在告诉门徒 他快要离开他们了 他要回到父那里去了 但是呢 他留给门徒许多宝贵的遗产 首先他告诉他们 你们可以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但目的就是教父 因儿子得荣耀 意思是说 凡是主因他的名 所成就的事 那都是在彰显父神的本性 叫别人 在我们的身上 看见父神 因此父神就得荣耀 另外我们的主 他还告诉门徒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然后我父 也必爱他 并且 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 也是一条 最妙的道 爱是最妙的道 所以我们的主说 人若爱我 要遵守主的道 爱是最大的能力 就因着神爱我们 所以神 想尽办法 要除去我们 和他之间的隔膜 所以三位一体的神 就要与 相信他的人 同在 还要同住 接着主就再一次的叮咛说 如果是不爱我的人呢 那么他就不遵守我的道 所以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那是差我 来的父 是天父的道 所以如果我们爱神 就必定会遵守他的道 不遵守的 那就是不爱他 我们的主耶稣 这样的再三叮咛 就是希望我们爱他 就要遵守他的道 有一些人嘴巴都说 我爱神 我愿意为神烧尽 与其腐朽 不如烧尽 真有这种心愿 我们的神是喜悦的 但是我们有没有 遵行神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说 我愿意为主烧尽 结果我们就 伤害了其他的人 我们自己的生活 也没有见证 这可是我们的神 不喜悦的 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 神还告诉我们 他走以前 还要送给我们一个 最宝贵的礼物 那就是宝会师圣灵 圣灵是主耶稣的同工 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他们各有各的位格 却是同尊同荣 圣灵是主耶稣告诉门徒 圣灵是与主耶稣一起工作的 那么关于圣灵呢 主就提出了两个 很基本的要点 第一点就是 圣灵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门徒 所以基督徒每一天 我们都是一个学习的人 而圣灵呢 每一天都会带领我们 并且他会把神的真理 不断地 慢慢地 静深地指教我们 所以我们绝对 第一步能够消灭圣灵的感动 也千万不要有封闭的思想 如果一个基督徒认为 哎呀 我得救已经很久了 圣经我很熟悉了 圣灵我也很清楚了 就像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 教会中有许多的人 他们争着当师父 却是不认识父 没有基督的心 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这样的基督徒 我们可以说 他甚至还没有开始认识关于神 关于圣灵的教义 接着我们看圣灵的工作 第二大点是 他要提醒我们 所以圣灵呢 一方面会将一切的事 指教我们 指点我们 另外他的工作就是提醒我们 他会使我们想起耶稣 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圣灵要提醒我们什么呢 第一 在信仰的事情上 圣灵会经常地提醒我们 主耶稣在圣经上 所说过的话 我们有这个责任来记住 我们也有责任 要思考神的话 思考了之后 我们就能够决定 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 但是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 我们所做的决定 所经过的思考 都必须啊 是根据主耶稣 所说的话来做 千万不要因为 有一个虚荣心呢 所以就随便地发表意见 随便地做决定 希望能够有惊人的言语 其实这种话语 是损人也不利己的 使听见的人和自己 一起受亏损 这多么的可惜呢 所以我们不要 消灭圣灵的感动 一切的真理 都是靠着耶稣基督 对我们说过的 当我们决心 要按照主的话来做 我们就能够更多地了解真理 了解神话语的含义 我们每天可以借着祷告 读经的时候 还有听圣诗的时候 或者是借着我们 安静来默想的时候 来清静神 而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 叫我们不犯错 或者是骄傲 另外 圣灵会帮助我们 行为正直 我相信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当我们准备 犯错的时候 刚刚要开始去做的时候 我们会忽然想起 主耶稣所说的一句话 或者是诗篇里的一节经文 或者是想起了主耶稣的画像 虽然我们没有真正地看见 主耶稣是长得什么样子 可是我们经历过主爱的服侍 主爱的帮助 我们就好像看见过他了 就像使徒彼得说 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所以主耶稣的形象 就是爱的形象 我们呢 就好像是看见他一样 或者是圣灵 有时候会叫我们想起 我们曾经很敬爱的人 他所说的一句话 或者是我们在小时候 所接受的教诲 就在这些最危险的时刻 就是要去犯罪的时刻 又要去犯罪的时刻 我们的神 就是圣灵 他要提醒我们 叫我们想起主耶稣 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 他也要引导我们 来明白一切的真理 所以圣灵的工作是 引导人认识基督 感动人来求告主的名 叫人可以得着基督 这是圣灵所做的 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我们读经 读圣经 如果我们要明白主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圣灵的指教 然而圣灵的指教 也都是为了使我们 更多地明白圣经 但愿我们永远不要离开 圣灵的指教 而自己去牵强附会地 去领会圣经 也永远不要接受 不合圣经原则的 任何的所谓的感动 我们只要有一颗爱慕主的心 愿意遵行主的话 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话 什么意念是出自神的 什么意念是出自仇敌的 接着我们看主耶稣 他还要送给我们一个 非常宝贵的礼物 那就是他的平安 主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恩赐 就是平安 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 主在这里所指的平安是 含有承受 一切福分的意思 主耶稣说 他所赐的平安 不像世人 因为世人所赐的平安 不过是逃避的平安 能够逃离这些苦难 那就是平安了 但是这种属于世界的平安 不过就是使我们 能够免出困难 或者是不敢面对现实而已 可是主耶稣所赐的平安 是经过征战以后 得胜的平安 这种平安 就不是我们在人生里面 任何的经历 可以夺去的 像我们经历危险 经历忧伤 经历失望 甚至我们经历病痛 都不能够使 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不见了 或者是平安变少了 不会的 因为这种平安 是属天的平安 不是凭借外面的环境得来的 所以外面的环境 就不能够影响我们 这个属天的 在我们里面 因为主耶稣经过 征战得胜之后 赐给我们的平安 相信我们每一位 蒙恩得救的人 当我们经历过 基督的平安之后 我们绝对不会 再去 在世界上 去求平安了 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的平安 第一 是因着我们 可以享受 主的救恩 而产生的一种 心境的平安 第二 这种里面的平安 完全不在乎 外面的环境 第三 这个是指人与神 并且是 人与人一种 相安相合的状况 世人所赐的平安是 随遇而安 但可惜的是 这个环境是 千变万化 所以这种世界的平安 不但不能够持久 也是没有保障的 但主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有保障的 因为那是我们的主 平安就是基督 基督就是平安 但是神所赐的平安 会叫我们的心里 不必忧愁 不必胆怯 我们都知道 忧愁 胆怯 恐惧的情绪 我们经常是会有的 因为情绪是神所创造的 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 情绪是我们这一生中 不可或缺的部分 神所创造的情绪是好的 神要用我们的情绪 来容神一人 譬如说 我们若是没有情绪 我们可能就 没有爱的能力 没有情绪 我们会在 期待当中 觉得伤心吗 若是没有情绪 我们就没有那种 七上八下的 焦虑 盼望吗 就好比在恋爱中的情侣 这个男孩子 在等这个女孩子 他迟到了 心里面有一种 胶着 盼望他 快快出现 所以这个女孩子 一出现了 这个喜乐就加倍了 不过 我不是鼓励人迟到 迟到是个坏毛病 接着我们再看 情绪是神的祝福 因为有情绪 我们就会因为 拥有温柔的情感 和温暖的安慰 而喜乐 所以情绪的本身 不是问题 无法控制情绪 才是问题 罪恶呢 就会让我们的情绪 产生很多的问题 不管是对自己 对别人 都会产生坏影响 没有价值的影响 比如说 有些人 他情绪不好了 他就无缘无故地 灰心啦 沮丧啦 发怒啊 这些都是 因为不在基督里 所以我们若是要拥有一个 好的情绪 就像是从神来的平安 它会使我们 教导我们 如何来处理我们 情绪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 心思意念 还有自己口中 所说的话 我们的批评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思想 都要在基督里 只要不失去基督的平安 在我们的心里做主 我们就能够脱离 一切的缠绕 包括了自己 世界 还有那些 似是而非的道理 我们要感谢神 赐给我们基督 赐给我们圣灵 赐给我们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众朋友 让我们同心地 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 主我感谢你 当我们在遇见危险的时刻 你进入我们的心里 当我们在遇见难办的事情 心里面做难的时候 你又来教诲我们 感谢主赐给我们 这一切可以承受的福气 因为圣灵的内住 使我们不必逃避 而是可以勇敢地面对 这种超越世界的平安 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 依然是得胜的 而且是得胜有余 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美名 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 已经到了 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 因为我们认识圣灵 也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 主必赐福 并且带领我们 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nd I love that old cross where the dearest and best for a world of lost sinners was slain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day For a crown In that old rugged cross Stained with blood so divine A wondrous beauty I see For t'was on that old cross Jesus suffered and died To pardon and sanctify me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day One day for a crown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I will ever be true Its shame and reproach Gladly bear Then He'll call me someday To my home far away Where His glory forever I'll share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And exchange it someday And exchange it someday For a crown For a crow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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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